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股收盘节目,我是王单位 今天是2014年的11月4日,起来关注一下美股在周二的拳前走势 美股周二涨跌不一,今天开始美国进行中期选举 而政治方面的因素将会对股市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红文医数据方面,美国的商务部今天公布出来的9月份 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430亿美元高于市场的预期 其中对华赤字是暂创新高达到了356亿美元 而美国在9月份的出口量是下滑了1.5% 这个下滑的幅度达到了7个月以来的最大水平 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方面,消费者非必须板块 还有这个能源板块下跌,而消费者必须凭板块 科技和生物质要板块走高 今天能源板块继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WTI目前已经下降达到了76美元每桶附近 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准备是下调对美出口的原油的价格 这被市场解决为在美国自身生产油的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沙特阿拉伯准备以价格的竞争优势来打动美国的商人 但是纽约时报的消息显示出 伊朗方面表示如果西方达成广泛关于伊朗方面的核的协议 那么将会把大量的生产核武区的又来运往俄罗斯进行处理 如果这个真正变成了现实的话 那么将会是伊朗核问题迄今为止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的成果 而在未来如果可以想象伊朗将会可以把这个能源 也就是石油来运往欧洲甚至是美国的话 那么将会对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也许沙特阿拉伯此般的降价和这个也有些许的关系 另外日本央行在上周是意外的宣布扩大了次级经济政策 这使得美元不断的走强 而美元的走强也对石油的价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 而在近期石油板块以及整个能源板块 包括石油服务公司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比如说是Weatherford International Bilker Cruz 还有Haley Burton这些公司 在本季度的股价下降幅度都超过了20% 非常之大 虽然这些公司目前的财系财报表现良好 但是股价大幅下跌 意味着华尔街对灾公司未来展望表现不佳 看法不是非常的乐观 因为石油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一定向会给这些石油服务公司来施加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干脆降低成本 另外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央行的扩大经济的政策 现在周四将会公布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 也是备受市场的关注 欧洲央行在这个会议政策之前 欧盟委员会是下调了欧洲以及整个欧元区 今年和明年的GDP增长的预期 这也使得市场是备受的压力 而这样的一个日本央行 及可能的欧洲央行的扩大的次与经济的政策 和美联储决定停止电话宽松 使得美元走强 对于美国的一些公司的这个业绩 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亚世兰奈公司今天就表示 他们公司受到美元走强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亚世兰奈很大的一部业务 是来自于国际市场 另外看一下中概股方面的阿里巴巴 今天给出了上市之后的第一份答卷 是非常令人的满意 他们的总的收入就达到了169亿元人民币 而且运营核心业务的运营利润 是达到了84亿的人民币 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并且该公司被交易员们证为 不像Facebook或Twitter那样 刚上市之初只有一个美好的故事 这家公司目前使得他们的盈利模式 非常的成功 使得他们在美国的同侪 比如说像亚马逊公司都倍感压力 而且该公司还有未来的很大的一块 国际市场上代开发 而且该公司的移动板块的业务 从去年的占比到3% 到上一季占比16% 到本季度占比23%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也是使交易员十分的开心 但是也有交易员指出 阿里巴巴比如说像新军电影业 这些太过分散的业务 使得交易员比较担心 所以有些交易员也表示 如果阿里巴巴能够把业务 更集中在他们的电商方面的话 那么将会更加的出色 同时今天我们看到 京东没有股价太大的变化 阿马逊的股价是下跌了1%左右 中外股其他股票方面 今天是普遍上涨 其中金融界的上涨幅度比较高 比较的明显 而摩克斯坦利今天是维持了 搜狐的减持的评级 来看一下今天在财报季方面的财报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Priceline还有 Michael Kors这两家公司呢 此前都是动能股 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两只动能股 但是这两家公司 虽然财报表现比较的不错 但是由于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 所以股价受到了重创 比如说这个Michael Kors公司 在本季度的同跌销售量 在美美和欧洲地区分跌上涨了10%和41.8%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业绩 但是由于在上一个季度 Michael Kors北美地区的上涨幅度达到了18% 所以交易员们还是认为 这家公司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所以今天股价受到了重创 另外呢Priceline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虽然这个财报表现比较出色 但是仍然遭到了交易员们的抛售 另外呢Office Depot这家公司 今天公布了财报 好于市场的预期 并且调高了全年的利润的展望 这家公司呢 在美国经济有所好转 尤其是就业有所好转的情况之下呢 股价应该受到不少的提振 但是呢这家公司 今天股价大幅增长了16% 游交员员就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时机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相同板块 上的其他公司 比如上这个Staples公司 另外看一下Flocker公司 公布了财报 这家公司呢是 他们的CEO将会在12月1日开始 是正式的卸任 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 该公司股价下跌6% 有些人认为呢 现在该公司这个有股票过卖的一个情况 因为该公司除了CEO卸任之外 其他业务都是运行的非常之好 而且呢Nike公司和这家公司 通常都会股价是非常的有牵连 因为这个这家公司 60%的产品是来自于Nike公司 另外看一下Spring公司 在昨天旁边公布财报之后 股价一直大幅下跌 今天同时下跌了16% 在以前呢就不断有交易员认为 这家公司在成本方面花费巨高 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财报中 虽然他们在成本方面花费了很大的成本 但是呢仍然是达不到用户增长的数量 所以这家公司目前股价受到很大的压力 另外看一下小额股方面 今天关注的是紫山之药 这家公司已经于2014年10月全资成立 哈尔滨红豆山水平有间公司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 Paymore相关的产品开发的产业 他公司认为呢在未来 整个的相关产业将会增长10% 有望仅次于日本达到全世界第二大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呢相信这家公司的成立 也将会给这家公司 也就是他们的母公司紫山之药 产生很大的上涨的一个空间 从技术分析上来看呢 目前紫山之药处于上升先行的走势中 已经逼近了上延通道 一旦冲过0.5美元美股 将会看向1.1美元美股 而在明天我们将会得到数家公司财报 其中Casper公司会公布财报 以及数家媒体公司的财报 其中像这个Time Warner CBS 新闻集团就将会公布财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赞主在今天收盘之后的具体点位 造指报的17,383.84点上升了17.60点 Casper公司报2012.10点下降了5.71点 而纳斯塔克报4623.64点下降了15.27点 好的以上就是美股在周二的全天走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周三再见 我们周三再见